亚特我们分析全部不对 有人说正反亚 可以亚特出来了 阿洛的独特跑法兄弟们 有谁还记得 在终点前那个超长直线的 那个大U弯 阿洛的专属跑法看看这一把能不能离弓 阿洛确实也挺喜欢跑亚特的 之前跟林新打吧 也上了一支亚特 虽然没赢 想撞 这边直接撞 阿洛这边调整自己也是上墙了 狮子这一手 让你意想不到 人家可能说第二圈追不上了才撞 我开局就撞 来手 出其不意 阿洛说 哎呦你干嘛 狮子 感觉阿洛那个大U弯确实挺快的 我们再看一下第二圈 连续弹射之后 你说阿洛会不会撞狮子 这里已经激进了 ECU点 狮子没有进去 晚 这一把大分了兄弟们 还好ECU保留了 但这个距离也不是一个ECU可以弥补的了 完了呀 庄哥 这个ECU失误 哇 他这里感觉好舒滑呀 兄弟们 你不觉得 一分三十五秒 一零 这怎么办 这里的冲动我真的反应很快 而且阿洛这里失误了 我原本以为阿洛会没了的 结果这里 狮子弹射应该是 速度速度影响了 然后ECU 也是没有进去 空港 空港这边还在 空港这边还在 是可以上空港的 我觉得 空港这边还在 苏格兰被办了 超前级地被办了 空港还在 他现在是落后了1.38秒 这把一下追了1.6 还有机会 阿洛那个大U弯 确实会感觉会比 正常二次票 又会快一点 但是看不懂 他那个执法是怎么操作的 那个执法确实看不懂 1.38秒 确实还有机会的 看双哥选择吧 双哥能稳住就行 稳不住就没有了 下一组对 我说两个 下一组是狼队 对战伊斯大 下一组狼队 对战伊斯大 也是十分精彩的 一场比赛 空港苏格兰 苏格兰被办了 苏格兰现在 苏格兰和超前级地 现在几乎都是 常驻KZ的半位的 常驻它的半位的 今天四字的失误 确实挺多 那个ECU没进去 确实是 很不应该 我是能这么做 老家工地也行 老家工地吧 是老家工地也挺强的 黄河万里 被牛直接上机甲 我不是老家工地也行 还说这些 我没有想象 我没有想象象 我没想象象 矮狮子前进系没有满 落后好大的距离啊 看前面的快出吧 这里的快出细节 再接断弹 这里放ECU去断空飘断 这里速度好像是 啊 完了呀 阿洛没下来 而且这里ECU的加速也没了 延长也没了 兄弟们 感觉 够呛了呀 怎么今天全都整活呀 停滞压车转向硬转 7 哇2.69秒 主播每次拿大分都不得2秒 这把是不是大分2秒了呀 都返超了嘛 而且现在是同车返超 今天你要知道 就是在不失误的情况下 其实选手们的个人计时称计 包括就是说实战当中 他绝对不会有一秒 绝对不会有一秒的分差的 我觉得一分以上 两分都算大分的 三分是很大分 四分都很难追了 现在是2.6秒 也可以说阿洛后面的调整非常快 像那个失误真的算很大的 他在上面下不来 你看开始这个距离很远的 真的阿洛追了很久 不然的话这把绝对不止2秒那么简单的 你们感觉的 我们看一下分啊 1分02秒68 和1分05秒37 1分02其实对于职业哥来说这张地图 不过开局狮子是有失误的 不然的话确实还可以更快 对落了远加成大 他后面后追的很多 不然的话不会有 不会只有2秒的一个差距的 那最后一张 选乌山吗 没必要阿 现在都有车呀 选乌山拉不开分的 兄弟们 肯定不会选乌山的 1秒左右的分差都有机会 我只能说 好吧 3军2胜都已经赢2军还有必要打吗 兄弟我们的赛制目前是 积分值啊 就是6个队伍我们打组类循环 然后看谁的积分高 我们再决定谁晋级 所以不是说三军两胜兄弟都吗 啊 积分值 之前小组赛是十进六 晋级赛是六进四 然后最后四个打双败淘汰赛 对双方这次都有原集 打不了乌山的 现在的王族现在其实都被选了 好最后一张 果然上自己的王图了 三张王图 拌了两张 最后一张花落下海来了 原集之星大河神位 原集之星星穷之时 对阿诺的王图三张宝 天鹅宝 花海 还有 阿尔法总部 我弹射过来这个小细节 眼飘这边侧身接弹器延续 这个曼中枢落地提前下下都在 啊 试着这个弹射没出来 重新放弹器断弹 再接一个WCW 这边速度拉满 还两个星星继续放弹器 CW走起 目前跟阿诺的距离非常近 这里的弹射 哦 兄弟们学会了没有 啊 学会了没有 很稳这个跑法 我觉得 比找路线弹射要稳一点 完了 这个1.31秒 感觉有些 危险 有一点点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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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钻空飘下来 说不准 1.16 好稳住了 有点危险 1秒 1.16 稳住了 稳住了 哇 他不能再失误了 对 只要跟住车尾就行了 我真怕猴子 真怕狮子后面又失误 你知道吗 我怕 我不是说我怕猴子后面又失误 阿洛真的挺可惜的 这里撞墙点盆感觉真的可以啊 兄弟们 就是游戏跑组队竞速的时候 淡气肯定够 对吧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这个跑法 我觉得挺不错的 哦 这里他是没有延续上 所以同开淡气 WCW后面少气了 好 第二个撞墙点盆点 他没有延续上 很不错了 安诺这把尽力了 所以只能说尽力了 最后是赢了0.15秒 六张地图全部跑完之后 RW这边总成绩是7分11秒01 而KZ这边成绩是7分 7分18秒01 KZ这边是7分18秒16 只是慢了0.15秒 但是我们的赛制就是这样 啊 以所有地图加起来的成绩 谁更快 谁就获胜 那这边RW也是以0.15秒的一个优势 在二位竞速接力当中 成功拿下这一个胜场分 好 那我们今天RW对战KZ的比赛 也是以KZ2比1RW成功落下帷幕 我们稍作休息 接下来比赛是狼队对战 一次大 精彩 马上回来 一口 启动十二点进 就是 感谢观看